新闻大白话可以正式加入会员了 可以观看不定期的独家影片花絮 还有神秘小礼物不定期抽奖的优先资格 再一次邀请您加入我们的会员 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 我是钱子 先介绍这一个小时的来宾 首先是评论员罗友志 钱子好 大家午安 以及立委高嘉瑜 大家好 还有东华大学教授施政风老师 大家好 观众朋友 蔡英文总统的第二任期 已经开始了一年 所以她应该还有三年的任期 拥有最大权力的她 已经在做卸任的打算了吗 当党政军一把抓 她是我们全中华民国权力最大资源 最多的一个人 蔡英文总统她在想什么呢 她连2022的县市长的人选都要掌握吗 我们先来看看 这个事情的风暴 一始于哪里 从民进党中常委陈茂松 今天一怒 她生气前一阵子流出来的 我们才知道 原来是这样吗 当时陈茂松说 她还等着 她拍桌子 她说 林夕要说 蔡英文希望要亲自征召 征召20226都的市长人选 过去我们知道民进党 她是一个民主的政党吗 一定是大家初选 然后来选选选选 看谁 比如罗友志你可以来这个代表台北市 高嘉瑜代表哪里 应该是这样子吧 可是现在怎么会又由蔡英文主席亲自征召呢 当然后来这个民进党秘副长林夕耀有出来否认说 没会了 误会一场了 可是我们看到台湾民意基金会的董事长尤英龙 他特别写了一篇脸书 他说 Oh my God 这一天终于来了 来的是又急又快 从没有想到过 民进党党内有人胃口这么大 他在说谁啊 权力欲这么强 他在讲谁啊 全党只能苦等主席关爱的眼神 蔡英文想追不可一世权威者统治者蒋经国吗 过去我们知道威权时代不得已 那当然有很多人受害 所以也有现在的所谓的转型正义 可是难道我们又走回头路了吗 全部的人都要看他一个人吗 他喜欢谁 我喜欢罗友志 我讨厌高嘉瑜 我就可以给谁吗 可以这样吗 这是民主的精神吗 好 就有人说蔡总统 蔡英文他身手2022 布局2024 是怕什么 怕他下台之后怎么样 没事做吗 还是没资源呢 蔡英文将内阁重组建制2024吗 好 我们现在看看黄伟翰 他自己也有一篇分析 我们来看看他的想法是什么 他说第一个苏贞昌做很久了 光是我们大白话 就预测苏贞昌 有可能会下台 这个时间点一直往后挪 往后挪 到现在苏贞昌 还是稳稳地坐在行政院院长的位置上 他到底什么时候要下台呀 他说另外 还有陈时中 陈吉仲 外界的批评蛮多的 这三个人 不满意的这个民调一直往上升 所以黄伟翰说 布局2022 2024提拔最希望接班的人 来任隔魁 那个人是谁呢 否则只有直辖市长资历 没有办法跟另外一个想选的人 比对方当过隔魁现任副总统 若正上苏质好像 他在讲什么 大白话告诉你啦 蔡英文 这是黄伟翰讲的不是我讲 蔡英文想要提拔的2024的接班人叫做郑文燦 郑文燦只做过地方的县市首长 那赖清德很想选总统 赖清德做过副总统 赖清德做过隔魁 赖清德做过行政院长 对不对 所以他现在要积极的 蔡英文积极要把这个所谓的 我们的这个 这个郑文燦 燦哥给提升吗 我们来看看最近郑文燦 他动作也很大 虽然他民调最近一直往下跌 他民调这个排行也一直往后挪 可是他动作蛮大的 我们先来看看 他当作不分区市长 他真的是企图心很强 全台跑透透 他体力也很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最近 因为林又昌有提出了一个议题 说北北基合并要升格 我们就可以看到郑文燦 开始跟林又昌 还有林志坚来通话说 我觉得很好 可以交换县市合并的升格看法 是他已经是隔魁了吗 还是他是我们的国土规划部的部长 他一个人可以决定说 要跟谁升格 要跟谁合并吗 感觉他企图心很大 还有另外有一件事情 吴子佳最近指控 新潮流的郑文燦 你是开除我的后幕后的黑手 那为什么 这是吴子佳自己讲 他说因为我美丽岛电子报 美丽岛电子报 做出来的民调 这个郑文燦一直往后 一直往下坠 所以郑文燦想要拉抬 他的民调 可是我不配合 所以 所以他去运作 把我给开除了吗 吴子佳说背后的筷子手 就叫做郑文燦 可以看看最近美丽岛电子报的民调 的确从4月6月8月都来看 只要讲总统大选的 郑文燦都在敬培末座 倒数第二 因为还有其他人 像是这个 其他的国民党的人选 像是朱立伦 像是侯友宜 那4月赖清德是第一名 6月赖清德第二名 8月赖清德还是第二名 然后郑文燦都是倒数的 是这样吗 那可以看到 包括郑文燦也上阿扁总统 前总统的广播 开始在谈2024了 那也是在拉拢独派的票吗 是这样吗 来 来 友志 郑文燦总统 这目前我怎么念 都还是不觉得顺 老师 再加加加 因为3加11的记忆犹新 吴子佳董事长 其实就是在4月份 得罪了郑文燦 因为在4月份之前 哪一次郑文燦的民调 有在第三名以外的 就是那美丽岛电子报 那一次以后 郑文燦再也没有回到前五名过 所以郑文燦是想要瞧民调 有吴子佳不给他瞧 是这样吗 你说郑文燦是不是要想去瞧 这个我不敢保证 因为这个业配不是我买的 但是郑文燦看到这样子的民调 心里面千百个不愿意 因为各个对媒体 对控制欲 或者是软硬兼施的 其实郑文燦没有前三名 大概也没人敢说 他是第二名了 我说实在的 这么强 那郑文燦他的厉害是在他 他不是那种民进党传统 很强势型的那种 我不亲自我就是要这样 我说看给你钱 我类似这样 郑文燦是免你真 你看他这是胖粥鱼 我以前跟他算是久友 有时候跟他小酌两倍的时候 你纹身上纹不出那种 很尖酸刻薄的杀伐之气 可是 大家对他印象都不错了 对 但是你吃完的饭局之后 你会发现 他好像在带一些话 他脑袋的聪明 其实不下于吴子佳 所以两个人一定不会辣的 你现在跟我装这个是怎么样 你又有媒体声量 又有媒体老电子报 你是看我没 可是郑文燦不会检讨自己 为什么掉下来 他只检讨吴子佳 为什么给我这么烂的民调 刚刚好fit现在谁 就是蔡英文 蔡英文现在 不是只是大拳一把抓 这样的想法 蔡英文他在2020年 他赢上瘾了 我就赢上瘾这三个字 因为你还记不记得 蔡英文之前在民调的时候 是一路狂输的 那满一肚子剩下30几% 后来因为赖清德这只链鱼下去 他一被刺激到 然后开始就反中议题 然后香港反送中 整个把他拉抬到817万票 他觉得这个方式太棒了 所有东西复制贴上逆转胜 在我蔡英文身上 怎么会不可能 我都可以逆转 那次这么漂亮了 这一次陈柏维 大家说什么陈柏维很危险 我逆转给你看 下一次2022 每个人说国民党14加2 很有可能 我就逆转给你看 蔡英文现在的心态 就是看你们这些民政党 其他的人放肚子 是 你们就是放肚子 你们近的这些人 还还在温温如意 你要照顾你的 你要看我 老娘说了算 你们这些是放肚子 不如我来指定 才有办法像我一样 2020逆转胜 他现在是看民进党这些人 放肚子 没在乎 给你们一定输的 所以我觉得郑文燦 就是郑文燦 你说他现在吴子佳 所以他民调倒数第二名 我偏偏我就有办法 可是当然蔡英文总统 他的权力很大 可是应该是他一个人说了就算了 这是我们对于民主的一个 最粗浅的体认 我们现在也邀请到台湾民意基金会的董事长 游云龙 请游老师跟我们在线上讨论 游云龙董事长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是 老师我们知道你今天 在脸书上用蛮重的字 来批评 昨天 对 昨天 批评了这个应该说是 我看起来应该是批评蔡英文主席 那为什么你会写这一篇脸书呢 因为这牵扯到非常重要的一个制度 叫做党内民主 党内民主是关系到民进党 是不是一个民主政党的一个非常根本的制度 也是一个非常核心的价值 但在9月30号 9月29号 那时候我们这个中常委陈茂中 出来他很不满的对外说 林希耀秘书长在内部会议里面 很明确的讲说这个蔡英文总统 希望这个六都都由他来征召 那这个消息一传出来 当然引起很多的震撼跟讨论 我的感觉是这样子 就是说六都完全由这个党主席来征召 这一件事情非同小可 我不记得这个什么时候有过这件事 应该是没有 包括上一届2018年的六都的选举 我们台南还有党内的出选 那其他地方因为有现任者 所以就是现任者就去参选 其他也有是就是党主席征召 但是2018年选举的结果都很糟糕 是2018是民进党历史上最惨的一次 那么我要回到一个根本的问题 就是说如果蔡英文六都都由他征召 大权一把抓都在党主席手里 那么再加上这个16县市的 大多数的县市长 看起来蔡英文也有 是好这个我们线路上有一点问题 我们先来问一下这个施老师 老师您觉得这个当然这个 游泳他是蛮忧心的 党内民主就是民进党最核心的价值 你觉得蔡英文现在是不管了吗 他也不演了吗 他就硬要这个全力欲望这么重吗 我先讲一下说大家想一下好了 就是因为美国也跟我们 我们是学美国有总统选举 其中选举 想一想说今天如果是纽约市长 芝加哥市长 洛杉矶市长 是总统提名 理由是说因为担心他接下来 两年会剖脚 说得过去吗 甚至于是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的参议员 也是两年一次 还有州长 OK 德州州长到总统来 是说不过去的 OK 所以他是被人生败了 被宠坏了 他以前有 总统选举的那时候也有 还在比赛的时候要改游戏规则 甚至叫人家来放声 我若输的时候我不排除退党 甚至说要选举的时候 党应该代表大会 反正他就是说投票就好了 对不对 到时候那些招勃不利用 你们出去吃粉就好 放一下肉 那就不意了 OK 差不多就是这样 其实还有一个很霸道的 是 政党比例代表这个部分 不分区的部分 照说在以前的时候 连阿扁的时候 大概也会叫艺术艺术你知道 几个人这样 以前还会社运学者专家 再来就是这个政治人物 现在不都是你知道小英说 当然如果今天是在欧洲 那种内阁制的时候 大家吃穿都看这个总理 那个修胜的时候 党首席那也没话说 但是问题是内阁制 是国会要来制衡这个总统的 即使在美国 他们全面执政的时候 总统不敢去把国会議員 那是小孩发来发去 小英你怎么没听到 就叫他去买 说听说你真的很骯髒 有的不的 对不对 这是拍款 OK 我想甚至他现在 差不多是指定接班人 对 那不是 这跟习近平有差很多吗 就是说刚刚好他没有学生 没有学生 没什么指定说像老朵这样 说他接班了 我说起来说 这要不要 抱歉我现在又看了 现在都不能说 新东西都不能说 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你说一下 不要看过 吃得那么大 吃得那么多 我跟原来都是政治学的 OK 不要看过 抱歉我说不下去 好 那个尤老师 尤老师的这个线路 现在应该已经通了 尤老师 所以您很直接的讲说 难道你是要学习这个 奖亲国吗 您话这说的蛮重的 我是觉得 他外险的这样的一种行为 看起来让人感觉到 他的权力欲望真的是太大 陈如刚施教授所说的 强势如阿扁 也不至于在他当总统兼党主席的时候 把所有的不分区都由他一人 形式上还会说有一个什么提名小组 征召小组 坦白讲那些都是虚假的 真正重要的就是时间到了 党主席就交一份名单 就照名单通过 实际上是这个样子 我的忧心是说 民进党是一个本土的民主政党 是由这个本土的政党 当然领导者非常的努力 打拼牺牲奉献 然后得到人民的支持 能够走上天执政 但是他根本的这个民主价值 如果被摧毁掉 只是因为个人的权力的野心 而重根摧毁掉的话 那这个对台湾的民主 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伤害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特别是我看到在当传出 蔡英文总统兼党主席 有意这么做的时候 就是说六都都由他决定 然后再加上很多县市长 可能也要这么做的时候 党内竟然鸦雀无声 只有一个 政国会的中常委陈茂松出来 发表不同的意见 我觉得这个党 问题是非常的严重 那如果说照这样下去 2022就完全照蔡英文的意志 他想提谁就提谁 那不管结果怎么样 那我们可以很合理的推测 2024年 他那时候他还在 就是2013年的时候 要决定党内总统人选 这个时候的蔡英文 他一定会讲说 那我们还是经由 征召的程序产生 因为党内民主 总统初选的话 会造成党内很大的伤害 不利于选举 所以要征召 谁来征召 当然是党主席去征召 党主席是谁 就是蔡英文总统自己 那如此一来的话 那这个社会有多少人在期待赖清德 副总统 在2019年受到那么大的委屈 然后现在当副总统 很多人期待他2024年能够出来 接任总统 就是说选总统 这个去争取总统这个职位 并且让他成功 那如果以这个蔡赖过去的这些过节 这些恩怨情仇 然后再加上蔡总统 个人的行事风格 那你想赖清德还有希望去得到 这样的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吗 我看是没有 谢谢大家 您好